好,我是David,介绍一下这个ZUO5 Sidekick 它本身买回来的时候是最小光、中光、大光的 次序是由小、中、大、大光,360明 原来是可以将次序调转的,首先一开是大的 情况是怎样搞呢?先关掉它 本身这里是拼了电源的USB cable 接着就插在这里 那你见到它开始斬了 一见到它慢慢开始斬,就代表Charging Charge的时候,你就按1、2、3 按到最光的时候,等5秒 101、102、103、104、105 关掉它,接着就拔掉它,就变成最光了 一开是最光,中、小,关掉它 即是现在变成的情况就是大、中、小,off OK,那我反过来 刚才是大、中、小 而现在我就变成小、中、大 这条Cable再插在这里 接着就看到它在过程中 它就开始慢慢在Charge 那我已经变成了 那我现在就变成了 因为刚才是大、中、小 现在就变成小、中、大 这个情况就是 刚才1、2、3 去到最小的情况 等101、102、103、104、105 OK,off了它,拔了它 接着一开就是小、中、大 小、中、大 这个就是情况 刚才因为第一次是大、中、小 现在就是小、中、大 OK,先关掉它 好,我不想再玩 我想再调回 接着就是由大、中、小的 再插回这条有电的USB Cable 插回来先 看到它慢慢在闪 在Charge 接着就是 1、小、中 sorry,先关掉一次 好,先关掉它 小、中、大 在到最大的时候 101、102、103、104、105 之后就power off了它 拔了一条USB Cable 一开就是最光了 现在是 360明 中光 最小光 次序就是不停地 调回 好,多谢收看